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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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庙方的带领下 大同区区长方月琪与现场众多民众 一起为城隍夫人唱生日快乐歌 农历9月4号是台北峡海城隍庙 城隍夫人圣诞 庙方特别准备生日蛋糕 为城隍夫人庆生 并分送幸福饼给前来祝寿的民众 祝福大家幸福圆满 这次一定要来 城隍庙所有事情都要来 因为我是 我从小就认城隍爷做干爹的 那今天是干妈生日 那都一定要来的 最开始要说在1893年之前 那有常常都赢老子 是我们讲的五个十三十名死 这种绕境的时候 都是在他的生日 在农历的五月 特别热 那那时候的女生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突然间碰到一个生命心 出来看老子 有的去拉到 有的去刷到 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 就走了 那那时候的传言很不好 就说 咱们城隍应该要漂亮 或是这样 把它收起了 我们为了遏止这个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1893年那一年 我们就召了这尊城隍夫人 那这夫人的那个 你现在看看它特别大 其实它跟我们那个 南港的中殿 定殿是媲美差不多 但是重点是这尊是软身的 那个年代软身的 是一种特别的记忆 就是人家说 雕心的方法 特别漂亮 这条街上当年 在清朝的时候就陆陆续续 日本人也差不多来了 1895年就来了 来了以后 这整个环境里面 大家都是最重要就是做生意 做生意都做得不错 有的太太 老板娘 我们说 也是都有出来拜拜 拜拜就知道 拜这个城隍夫人 会往事会跟我们疼惜 再来就是我们公司的 很高贪钱 再来我们娘孙的很高 所以大家都拜成王妈 我有这个 这个好的家庭 什么幸福的美丸 我是不是要去担试了 结果大家就说 我要贏一丁没了 贸亏 盈亏 还得了 我跟你讲 我只是30年前 都要18万起跳 所以后来人家就 兴起了一个说 我们如果有下来贏得更大 如果从你这个高贵蒂西 我们就贏贏 还贏什么 大红枝 以前都叫 所以我们有一个红枝贏 那我们来定这个时间的时候 给他注售 然后我们有什么拿什么出来 献给夫人 结果我一查 哇 他们比我更厉害 桌上你看到的不是鞋子 不是衣服 竟然有化妆品 竟然有Kujime的 竟然有那个我们叫法师 为什么你们这么好 他说既然他就是这么 让我们疼烧 我们的老师好 我们的孩子好 我们就把他当做妈妈 所以他们都把他当妈妈 除了守护地方的 城隍老爷 以及祈求姻缘的月老 台北沙海城隍庙 供奉城隍夫人 至今已经有129年 由于民间相信城隍夫人 会请城隍老爷 带为管教信众的丈夫 因此许多民众 也带着幸福鞋 和蛋糕等贡品前来 祈求城隍夫人 保佑夫妻和谐 家庭美满 我们拜夫人的时候 如果你有带鞋子回家的话 买了鞋子回家的话 你就鞋肩不要向外头 就表示这夫人的那个神 也不会跑掉 第二个我们是象征 你的老公更不会跑掉 所以鞋肩通常都不向外面 那每年或者是你刚好 有空来拜拜的话 把鞋子拿来再过乡 就让他有一个叫做repower 就是再一次的 那个活灵活现的出来 那个力量就出来 长安去旅行 我怎么办 我就带着这个鞋 然后我就掉在墙壁上 避鞋 挺有用的 心里安嘛 下回民众来到台北沙海城隍庙 可不要只拜城隍老爷 也记得祈求城隍夫人 保佑感情和谐 家庭顺遂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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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